马斯克为什么牛,特斯拉为什么好 马斯克作为全球首富 他所做的9家公司 全都是解决人类未来的问题 全球无人能计 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 他的一家公司做的业务 就是专门解决人类到火星的问题 还有一家公司是坐洲际高速列车的 从北京到纽约只需要两个小时 同时做的还有老机接口 他做的公司里面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公司 就是特斯拉 那也是我们顶礼膜拜的 特斯拉2015年向全球免费 开放了他的专利技术 所以在中国雨后冲损般的出现了 像理想啊,蔚来啊 这些新能源的汽车 同时特斯拉有其他公司做不到的公平 比如奔驰S600在美国卖96万 在中国卖260万 阿尔法在日本卖21万到42万 在中国83万到92万 而且还要加价20万 但是特斯拉的Model 3在美国卖是25.8万 在中国卖25.56万 特斯拉的公平来自于马斯克的商业理念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丑富 是由于他独到的商业认知所带来的 从马斯克和特斯拉的身上 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 任何小公司大企业 一定要有全球化的事业 解决未知的问题 我们可以不懂技术 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应运性技术 愿有一个公平的商业原则 赢得全球消费者的高度认同 从而傲视群寻 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